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跌穿100元后很快上升 美股仍然反弹 看走势大家便会明白 昨天的金额对或不对 结果昨天相对还行居多 如果看银价 会发现银价相对做好些 但金额的趋势仍下跌 在金额的日线下转转日线图 会看到这段金额是一直压下去 即是上不了 不仅是做日线那么简单 发现彈上来的日线还是低于日线 跌势未完 大家要注意 昨天的价格跟我们预期不是相差很远 昨天的金额最低是116.9 我没办法买116.7 因为这些价买 我怕10元也赚不了 昨天早上最高价只有75 即是用高价做了10元也不够 所以没办法 这不符合我的经济原则 再看美元就要明白 昨天美元由早上跌至美市 昨天美元反弹 但美元反弹之中 金额不是我们看到有价格跌的迹象 所以综合一句 昨天市场价格未有什么变 我一直都说 价格不移动 我什么都做不到 因为他给不到一个新的讯号 如果没有新的讯号 暂时会跟昨天的想法 即是接近六十多元这价价都会买 但想不想移动高一点 不少就不够10元的利润 我真的要考虑 至于详细的价格 晚点放在公司网站上 今日的报道先到此